打我第一进屋的就是你出病了 真的 哇 马上分好了 孙岳对这方面非常了解是吗 因为家里所有的这些图片我基本有80%了 孙岳到底多有钱 节目组要求嘉宾到博物馆根据照片寻找文户 本以为会难住这些嘉宾 没想到碰到了孙岳这个行家 他不仅带领队员快速找到图片对应的物品 还喊话节目组他们提供的这些图片 他们家里拥有80% 态度不要太嚣张 而孙岳这么自信也是因为真的有这个实力 都知道于谦喜欢古玩字画 其实孙岳也一点不逊色 甚至于他的很多藏品就连于谦都稀罕到不行 因此于谦每次到孙岳家的时候 都会想方设法的带几件回去 久而久之两人就互相约定谁也不到谁家串门 平时有事的话就出去聊 如果说于谦喜欢玩葫芦 那么孙岳就喜欢玩扇子 不管什么样的扇子他家里都有 别看这把扇子很普通 但是价值不菲 首先这把扇子的材质是香菲竹 原材料比较少 现在很少见了 曾有一把一尺二的香菲竹 拍出了几百万的天价 除此之外 这把扇子是由当代逐客宗师级别的人物杨慧毅亲自雕刻而成 非常具有收藏价值 然而像这样价值不菲的扇子 孙岳不止一把两把 此前孙岳就曾找人按照自己的模样画了一把扇子 虽然说属于私人定制 但从他握扇子之锦就能看出来 这把扇子价值不菲 不仅如此 约云鹏和李荣浩到小机场录节目时 孙岳正好拿着一把扇子出现 约云鹏看到后就说了句 这把扇子值几万块钱 随后李荣浩用诧异的眼神一直盯着这把扇子 约云鹏玩心大气 就调侃说孙老师不会送你的 孙岳不仅一点不上当 还态度坚决地表示不送 孙岳的每一把扇子都是好扇子 你这几万块钱 差不多 几万块钱啊 你放心孙老师不会送你的 鸡你没有用啊 鸡都没有用 由此可见 这把扇子有多贵重 还闭着 牙距离 吼鹿离 我 是